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的主播Mr.Lie 今天的主題來到了商場 你曾經有沒有想要展示商品 卻沒有適合展示機呢 不是商品在照而無法承載 就是根本吸引不到消費者的目光 不過沒關係 我們的特派企業Mr.Google 來到苗栗農工一探究竟 Let's check it out 這是一般的市售展示機 這種展示機它只有平面是360度的旋轉 少數加一些燈光 所以很難去吸引消費者的目光 所以我們想要設立出新的展示機 以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想要 1. 吸引消費者的目光 2. 是展示機更加活潑、不再單調 3. 增加實用性以及美觀性 4. 加入電機元件使其更富特色 我們利用沙地握進行草圖繪製 將零件轉成居扣檔後 放入3DD印鏡中 進行零件印製 展示機的主要機構為行星齒輪 能夠達到自轉及公轉的效果 我們採用相熱盔造型的原因為 相熱盔具有高高在上且受人矚目的含義 然後我們改良了金布連接件 將底部紙巾增加 並且加入花耗造型 讓展示機在運作時更加穩固 其增加真實性 另外我們也設計出多種造型托盤 能夠更快速的更換 因應您想要展示的商品 在設計完一代展示機之後 我們竟然研發了二代展示機 二代展示機 它總共可以展示五項商品 在二代展示機中 我們加入了HORROR連接件 這樣能將動力從第一層傳送到第二層 使上下雙層同時連動 其中在連接第二層的主體支架中 我們設計了向外擴張對應貨型 這樣能使第一層展示的範圍變大 其中還有電機元件 像是MP3播放模組 以及七彩燈條等等 只要像這樣打開開關 即可播放音樂 七彩燈條它能用小空氣去作動開關 變換顏色等等 紅色 綠色 或是變換模式 像是閃爍 或是呼吸等等 我們作品特色有 一 創新360度自轉及工廠設計 使它展示更加活潑 二 展示機多半可以依商品種類 去做快速更換 三 加入了多樣的電機元件 賦予它美感及多功能性 四 大多數的材料皆採用PLA 環保收藥去製作 無督且安全 五 造型流線美光 創新實用 是絕對可以吸引到消費者的目光的 那我可以問你們幾個問題嗎 OK 為什麼一定要用向日葵當主題 假如我不喜歡怎麼辦 我們的展示機托盤可以依客戶的需求去做客製化 我們可以為您設計 你喜歡的造型 最大載重量是多少 怎麼計算 最大的重量約為3.5公斤左右 是傳統展示機的7倍 我們利用電子證測量 測試物品的重量 並放在展示機上 達到運轉不順時 極為最大載重 假如我想要放面積較大的商品 該怎麼辦 假如我放的東西較高 可不可以增加成更高的展示機 當然可以 不過我們的3D列印機有音質範圍大小 限制 不過我們可以依照客戶的需求 去做一比例放大 去做出你需要的展示機 那如果我想放置長型物件 是該怎麼辦 我們要設計出12身下的造型筒 它采用的是樓空的設計 只要把長型物件放在裡面 就可以完全的展示 而且能看到裡面的內容 好,感謝你們 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把鏡頭交還給同位主播 各位也看到了 這向日葵行星矢紋商品長生機的功能性 已經越超越了市售一半長生機 碰到商店、家通都非常適合 連我看到都想買了 好 今天的主題就到此告一段落囉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Mr.Live 我們下次見 掰掰